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們是宜昌國小的 回頭五月花 接下來我們要跟大家分享我們的行動過程 行動過程 行動 Jr Work 亦二 Trump 腰 年 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想要一個海灣設置過多定制魚場的話 也是會對環境造成破壞 而其實每一種魚法都對海洋都不是相對友善的 就是有捕到魚就會有傷害 而我們在做完這個行動後 我們也會推薦民眾去買定制魚場的魚貨 因為它的魚色比較完整 而且比較新鮮 而且又環保 減少碳排放又更能保護地球 然後這個行動就我們而言還沒有結束 我們發現在最近的時候 花蓮縣政府常常會有石斑魚 用乳或是有機蔬菜出現在我們的營養午餐當中 並且我們發現花蓮縣政府常常是有健康的魚種 所以我們也希望國國政府讓學生們吃到營養 並且用正確的方式來捕捕的魚種 也可以結合花蓮在地的魚業 讓學生們順便認識台灣在地的魚種 我們也可以建議花蓮縣政府 所以我們會在這個學期收集更多的資料 請縣長跟學校進行食育教育的推廣 讓食育教育可以永續 以上就是我們的行動分享 掰掰 掰掰 如果在學校進行食育教育的話 我們會不會走動 不用客人 我們會不會走動